還有一天 還有一天而已 星期三開始 中學生就不用日日快測 又不用再戴口罩了 是不是很開心 很麻煩 早上做快測 都會浪費五分鐘左右 最大的感受就是 可以遲一點起床 因為做快測都要十多分鐘 我們都要提早起床 但有學生就認為 疫情都還未過 一於繼續快測和戴口罩 都沒有什麼感受 其實都已經習慣了 已經養成了一個習慣 每天之後都會 用五分鐘、十五分鐘去戴口罩 之後再擦牙洗臉 不戴口罩就不會 照大也都會 安全一點 校長都說會鼓勵學生繼續防疫 不再硬性要求 但我們鼓勵他 亦會給物資 當然如果我們發覺 學生回到學校 他有病徵 他又沒有做到 我們都會要求他 去一個特別室的地方 去做回 這些亦都是 預防 萬一有些同學中了招 便可以及時去處理 夠穩陣了 希望學生到時不會嫌麻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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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送到